各位未来粉们记得追踪IG以及粉丝专页搜寻未来男友力 大概两周前有一个女大学生跟我联系 那他跟我说他当时跟另外一位女同学来到这个地方探险 一进门后来其中一位女生在这边突然间开始呕吐 他们会出事很正常 因为这里面根本不是一般的灵体 不是一般的鬼 他把这根房子变成像他的身体一样 所以在这里的东西呢很快都会腐坏 你这边还OK吗 还可以两个东西 Shit 排掉了 我不认为你跑来之后有消灭又怎样 你他妈妖怪就是给我跪好 刚刚有来空机路 师兄怎么样 都像有压力啊 我刚不是叫你远离那边吗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那边刀掉一个这样看着我们 这边我刚才没有看过 好现在 我们从那一间走出来之后 那 这个地方似乎是他们当时的厨房 然后 你们看 它一样有连接到隔壁间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隔壁是什么 刚才听师兄 有一个门的声音啊 后面那边是有一个门的声音 刚才听师兄跟我们讲 有一个刀掉的女生 然后还有这间房子很可怕 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跟Kim 还没有感觉到 有那种跟上次跟上次在那一间诊所的那种恐惧感 到目前为止没有 有了吧 听到了 听到了哦 在那间里面 哪一间 看哪一间 看哪一间 我先进来 我先进来 就在这里吧 要改成在这里处理吗 诶 刚刚我们是关上还是打开的 我要出去的时候是开着的 我记得这一个原本是开着的 旁边那个我不记得 但是这一个我记得它是开着 那一个好像本来也是开的吧 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做衣柜叫做木柜吗 那既然人家已经发出邀请了 那待会它就叫做棺材 就在这边 嗯 然后你待会不要靠近那间厕所 我不知道这里有厕所 这里有一面镜子 那我站在旁边这边吗 我给你们大概开我墙就好 厕所门口鬼哥会正着 这边就不看我 厕所门口鬼哥会不相信 你过去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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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